嗯 又很好講 只有汁又軟 而且紅燒很夠耶 它的湯是可以讓你喝完 很臭感成這樣 這方面我覺得都非常優秀 35塊零用的限量那麼多耶 超狂的 好豐喔 是不是我吃過 所以我吃過 哈囉大家好 我是琪琪 今天又是我們的日常美食啦 我們今天來到的是 江紫萃捷運站附近 後來搬家搬到這附近嘛 所以我們除了拍片以外 會去其他的地方 基本上都是在這邊吃和玩樂 我們今天就是要分享 三間我們最常吃的 應該算兩間 有一間是我們沒有吃過 然後兩間是我們公認 都覺得非常好吃的 另外一間呢 是我們還沒有吃過 可是在江紫萃這邊非常有名 所以我們今天也帶大家 一起去嘗鮮看看 我們現在已經到了第一家店 叫風順牛肉麵 它就是在江紫萃捷運站附近 好 那麼 因為現在天氣太熱了 你看我在冒汗 我們先進去店裡面吧 來來 GO 好香喔 我們來吃 我們來吃 我們的餐點來了 好香喔 好香喔 我們來吃 一個紅燒牛肉麵 然後是細拉麵的 然後我點的是大菜肉絲麵 然後加長 加長就是比較快一點點的 有點像那種 手工拉麵的那種感覺 對 但是是寬的 還有點了一盤小盤的滷味 力度超高 因為很大油 所以要光 燈光環境 食物一上來都很漂亮 色香味俱全 因為你看起來都很好吃 我們要先品嘗什麼 先吃你的啊 你不是超餓的 最愛牛肉 它的牛肉啊 是比較大塊厚的那種 它是帶雞胃肉的 感覺就很嫩 而且它還有帶一點紅紅的 它又咬咬 沒有吃又軟 它筋的部分很軟 對 如果不吃牛肉不知道 它肉的厚度是很夠的 有一些牛肉麵是那種一片一片的 這種就吃起來沒有那麼的爽感 而且有一些牛肉你會怕 就是不好吃 它這個牛肉 一直很快你吃下去就是 不用怕就是很柴很乾 這個都不會煮到過了 我來配合 然後它們這裡的醬料都是自取 剛才已經先倒了 一大把的酸菜炸 剛剛好吃喔 那個紅糟很夠味 它看起來不是 辣油然後很紅的那種 但是你喝起來就是那個醬香味 那個鹹度都很夠 因為有些是你有顏色 可是吃起來味道夠 但是鹹度又不夠 它這個就是 平衡的很好 那麵條呢 你的細辣麵 這個很好吃 因為我們剛才有放了一下 但它已經沒有泡了 那我再吃看看我的炸菜肉絲麵 其實我最常點的也是這一個 那要說一下這邊所有的加糖 不管是炸肉絲麵或牛肉麵都是免費 超讚 我覺得這個酸度很剛好 然後它有胡椒的香 沖的香性 然後酸度我覺得就是拿捏得很剛好 它又不會過油 而且我覺得這一間店最厲害的 它的湯是可以讓我喝完 然後不會口乾吃的醬 因為我現在可能味精還味素吧 加太多喝完就覺得 就不會喝 這間是我唯一可以喝完的湯 然後它湯可以亮給的很好 它都是有厚度大片 很脆 也不知道能不能收到我咬的那個聲音 但是它的炸菜就非常的清脆 給大家看一下加糖的麵條 就是這種比較寬的 這整碗吃起來是偏清爽型 阿易的可能就是屬於適合重口味 因為紅燒嘛 然後它的滷味啊 哪吃一個 就是屬於適合 只有十塊耶 等於一樣只要 只要多少 只要十五塊 就我看起來它這個滷味感覺沒有入味 但是其實 它又是有入味的 然後它的醬汁 我覺得也不會過無實現 就是 鮮甜鮮甜的 我覺得平衡真的非常好 這一間我好像 真的沒有 讓我很挑的地方 對 那麵條啊 湯頭啊 肉質啊 各方面我覺得都非常的優秀 然後食物也很好 這兩個年輕男人排的 然後裝潢也很棒 這一間我可以點到4.6喝起來 哇 很高分喔 算你的很高分 那一間的話我是4.8 就是我近期的最高分 因為已經是你全部最高了 好啦 那我們先吃 然後等下前往開煎 因為現在太熱了 所以我們就來這附近買一杯飲料 這個是我們在這裡也很常喝的七盞茶 算這一間不是我們今天預期要拍的啦 我們今天點的是七盞茶跟那個 朱朱妹 聯名的那七盞很帥 可愛的看一下 那個現在滿多youtuber有介紹的 可是我們沒有業配喔 然後這個聽說是他們有得獎的 平常 沒有獎 後來都會買一兩隻吧 是你 我很少很兩隻 大家我很少 我是健康寶寶 最後一口 我點的是無糖 然後少冰 這個我們沒有喝過 欸很特別耶 我會攝 我會攝 它這個應該是紅茶 可是它有一個水蜜桃的香氣 所以我覺得很好 很香 茶味比較淡 算不錯喝 現在有一個服務 等一下看一下 好可愛 開照打卡七盞紅色五元的價格 那我是不是要來這裡拍一下 休息了一下然後馬上就到晚上 我們來買的這一間叫做花蓮光復高麗菜煎餅 我們沒有吃過 但是在地人就是非常推薦這一間 它是從下午兩點半開始 然後賣到瘦碗為止 我們真的是尾巴中的尾巴 好不容易買到了 只有賣那個高麗菜煎餅 然後一個是35塊 原本聽說是一個小餐車 然後到現在有店面這樣 我覺得非常厲害 好啦我已經等不及要吃了 來先給大家看看 它有這麼大一個 哇 超級厚的 我先吃一口囉 我覺得這一個人吃一個35塊 我就可以吃飽了 我覺得你點心吃這個超滿足的 欸 很好吃耶 它的皮啊 都會很很厚 它外皮是酥然後薄的 它裡面的菜給超多的 它有高麗菜然後韭菜 紅蘿蔔 蝦米 對 很燙 非常燙 雖然這種半煎半炸的一定會比較油一點嘛 但是因為它有在旁邊利油 太酸了吧 對 真的很酥 哇 好酥喔 它對 真的很酥 你不覺得很像蘿蔔糕尖的那種感覺嗎 太扯了 我第一次吃飽成 這個是我吃過最扯的餡餅 它不是那種 想像中那種水煎包 葡萄包那種麵皮的感覺 它是 就是很不像皮 它就是 一個薄膜 給大家看一下它裡面的餡料 35塊裡面的餡料那麼多耶 看一下 然後可以看到嗎 它皮超薄的 有沒有 它裡面啊就是用黑胡椒去調味而已 我覺得就很 香氣就很足夠 加上那個蝦米的味道 我非常喜歡 真的很好吃 你給幾碗 因為它 他們是兩個人做嘛 然後他們都是現桿現包 會等比較久一點 所以我應該是給4.4顆星 我應該是給4.7顆星 嗯 這太強了 再給大家進看一下裡面的料 晚上太暗了 耶 我們今天的最後一家二姐麵店 這一間是阿易很常吃的 我只有吃過一次啦 真的啊 五次了嗎 我只有跑來偷吃的 這一間啊 是超級好 所以現在有點長 今天點的品項比較不一樣 首先是阿易很推的這個意麵 但是我點錯 我點成湯的 我平常是吃乾的 而且還有點了一個網路上 蠻多人說 好吃的滷肉飯吧 還有紅燒肉 跟那個 鱷鱷燒蛋 鱷鱷燒蛋 就是一個 一百塊的蛋 但是很大一份 它的意麵蠻特別 它的滷蛋啊 是給那種炸的外皮 它的就是有一些 青蔥的蝦啊 就可以像它的豆芽菜跟肉燥 是蠻有層次感 但是它還不錯吃 但是就不是說 吃了會超驚豔 喔怎麼知道好吃 因為我覺得意麵才是差不多這樣 所以它主要是吃一個 特色浮躁味 然後價格還OK 這個的話也是算 清淡不會到太重口味 嗯 就試下一個 先吃你的滷肉飯嗎 我還蠻好奇的 滷肉是 然後攪拌 那種我就不太敢吃 因為我是瘦肉開的 嗯 它這個肥肉的香味蠻容易的 可是我覺得不會很牛 它吃起來就是 味道很重 然後很香 就超嚇唬的 但我感覺它真的吃起來 不會非常有膩 我覺得 然後我們有點菠菜 你就反正這樣一起吃 我覺得蠻OK的 那我們再來吃這個 紅蛋好不好 很好奇 這100塊到底是怎麼樣 它上面很多九層湯 那我覺得應該用了三顆蛋油吧 嗯 好 它很像是鮮肉開啊 就是紅蛋 我覺得是想看得到的味道 但是不會到很柔油 它是像泡了醬汁的蔥 我們在吃這個 紅燒肉1,90耶 它算是肥肉跟瘦肉都有啦 然後它還有這個 應該是它們特調的醬汁吧 嗯 它是酥水的外皮 不像是因為我們放到 有點出油了嗎 還是本來就這麼油啦 我是不太確定 但是我覺得偏油一點 它是那一般水準 正常食證 我覺得這一間 整體上就是一個家常的味道 唯一一個小缺點就是 就是 烘味 我覺得算是 有一點小貴啦 可是它外面有多塊嗎 妳是四五十啊 還是我太少吃這些 我覺得妳太少吃了 就紅燒肉跟胖肉 我會覺得便宜 我自己覺得啦 個人感覺 那這一間的話 我自己是給 4.1顆星 我的話我應該是 4.4 4.5顆 那我自己最推薦的品項就是一年 好的 那我們吃完啦 那我們來稍微總結一下好了 第一間是封碎啊 每一樣我覺得幾乎都蠻好吃的 真的來這邊就是可以嘗看看 第二間的話是 花蓮高麗菜煎餅 那一間真的 哦 這上我們今天的最經驗 應該算MVP吧 我覺得它跟封碎是 你來江子翠一定要吃 最後一間二姐呢 我覺得它就是走一個 家常路線 就有機會的話 可以來這邊吃看看 當然 我知道江子翠這邊 還有很多在地的美食啊 但是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沒有辦法一次拍完給大家 如果大家想看的話 我們可以考慮再拍個下一集 那今天就是三間分享給你們囉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大家開啟 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集見 掰掰